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统的那些古装的那些文学上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虽然它有很多我们东方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如果是自己去做的话 还是把它跟我们平常一起见到的一些东西 给它做一些区分 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九州世界这个如此庞大 粗犷的汉州 到极近华美的中州 远古的神秘的河洛部落 甚至有极寒地带的商州 所有的这一切在我的脑海里 呈现了不同的画面 所以在设想当中 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个九州的世界 九州的每一处都让我们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我们希望它是整个一个大亚洲的一个环节 比如说八部其实也分得很开 像索达部呢 它是设定在一种像西亚 然后在干旱的沙漠地带的一些地貌的形式 比如说它虽然地处沙漠 但是远处呢 它会有海洋 然后有一些热带的植被 它的房子的设定就是像比较低矮的土坯房 因为毕竟那个时代是比较早期的 然后苏沁部因为我们设定在它是一个富饶的草原 所以它很多的 它的帐篷有比较像那个沾帐 锥子型的沾帐 中州的时候考虑到不同阶层的人 有商人 然后有朝臣 不管是手里拿的东西也好 还是作为他们的陈设的道具也好 都做了一些区分 我记得导演说过一个概念词 就是说它想要的是雅致的东方美学 所以体现到哪一个兵器上 我们也都要贯彻这一个概念 比如说石木剑 成影剑 很多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细节 包括它的纹路 花纹的设计 它的铜器 金银器上的模空的雕刻 还有剑身 剑韧本身的材质 就是我们要贯彻一个统一的概念 根据不同的人去加油它的小的特点去体现 在这个戏里面你们会看到 不管是长久 道具 都在极力地去表现 东方美学的这一个概念 在这里的别人 音乐呢 它也和台词画面一样 在戏剧里面它可以构成一个情节的反展动力 是一条线索 最好的状态呢 这个音乐是要给其他的环节加分的 充分地考虑到情节 画面 戏剧性的问题 导演从定位上来讲 要做的有质感 希望呢和 现在 同行的这种风格能有一点区别 所以呢就是还不能有太多的 和现实世界的关联 那是个轻魔幻 它实际上讲的和很多历史剧 或者是现实剧里面 它探讨人生 探讨生活的一些哲理 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刚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 发现实际上故事主要还是 就是汉州 和中州的故事 所以从地域上来讲 只要区别开这两个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 你比方说像河洛的地下城之类的 它会有一些小的线索 北路的风格是什么 是壮阔 苍凉 力量感 表现出的那种人和命运 人和自然 既依存又抗争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中州它有秀美的一面 有辉煌的一面 也甚至是涉及到一个宫廷的时候 它可能还有一些压抑的一面 中州这边比较多的就是大管弦 甚至有些地方可能还会带和唱 会用民族乐器的音色 但是不能让它演奏民族化的选择 它一出来 很容易会把你拉回到现实面 整个音乐的气质基本是以西洋的交响 结合着少数民族的 中中地区的 西部的一些很苍凉的乐器 旋律是咱们第一判断 这个音乐好不好听的一个重点 但是对于配乐来说的话 可能旋律性会淡化 比如说我们表现一个人物内心的时候 那么声音上面会有很多的处理 比如用夸张的混响啊 那么这些东西没有明确的旋律 大家可能就不会那么一下判断出来 它的这个倾向 而是起到一个主观的这种渲染的作用 传统管弦风格的东西 还是占主要篇幅 所以这次呢就是要录这个 大编制的旋律队 通常都录的一个叫八六四四二的编制 八个一提 六个二提 四个中提 四个大提 两个被四 希望能够得到一种 这是大场面的 却将八六四二加跌的重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